因為我覺得我知道 他在做一件對的事件好的事 而且這些事 我覺得一件好的事情 對的事情就值得堅持 美麗的海灣搭配著一片片的浪花 吸引無數遊客在此驟足 而這裡位於台東東河鄉 是台灣衝浪人心中的聖地 每年吸引大量遊客 但也帶來了不少汙染 為了留住這片美麗的海洋 讓城市衝浪好手的貝貝 跟他美籍的丈夫 在女兒出生後 決定要開始做些什麼 我們愛玩海的 其實有很多人潛水什麼都一樣 我覺得像我是因為衝浪 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因為衝浪接觸海洋 也常常會跟海龜一起衝浪 然後在國外也是跟海豚一起衝浪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感受會更真切 然後會讓我們更覺得說 我們不希望這些有一天會消失 我們不希望將來有一天 跟我們的小孩說 我們到海邊 麻煩我們去潛水好 結果連珊瑚都沒有 因為衝浪的關係 讓我更深入的接觸海洋 然後更熱愛 然後更覺得我們有這個使命感 就是這股使命感 讓貝貝的丈夫 開始了她的回收再生事業 雖然一開始貝貝搞不懂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開始我坦白講 我是有點不太了解 就覺得啊 她在做什麼 她在想什麼 不是很了解 所以大概五年前 她開始是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常常就是 她都會去海邊 真的是撿垃圾啊 什麼的 可是當我看到她這麼執著 她這麼堅持 而且真的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她很愛台灣 而且她很愛台東 然後她就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想怎麼樣保護她 然後在大概兩年多前 我們才成立了這個工作室 從淨灘開始到創造再生 貝貝的丈夫義無反顧 除了開課教學 讓民眾學習回收再造 也思考著如何賦予回收資源 新的價值 這個是你平常去買水果 買什麼的塑膠袋 像這個我們就有拿來 蠻多去提倡大家 可以在家裡做 就是你其實用熨斗 大家用熨斗 上面鋪一層烘焙紙 然後用最低溫 你慢慢暈暈暈 它就會變成一片像這樣的紙 我覺得它算是一種 再生 對 我覺得它是一種 再生的藝術 我們絕對很希望 讓更多的人來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希望能對他們有一些影響 兩夫妻就這樣從工作室 慢慢的也開始走入校園 希望透過正確的觀念 讓孩子對於環保的概念 從小紮根 他們會把這些東西帶到家裡 然後就會慢慢的傳播出去 當人家問你 現在這個全世界這個地球污染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 不管做了什麼 也不管有沒有效 但他們透過身體力 正向地去面對污染的問題 只希望可以為下一代再保有如此美麗的環境 土八中心 台中報導 七五 bank 野獎 林大學